县议员黄欣则是针对了国家重大交通建设 铁路危险平交道安全改善工程 以及花莲县运动休闲园区和花莲县国土计划等内容 和县府团队进行了意见的交换 希望县府能够再次的来为花莲乡亲努力 做好地方的各项重大建设 县议黄欣则是针对铁路高载以及双轨电计划 相信协调交通部铁路局与被征收户沟通的协议 也请县府尽速推动几岸火车站周边土地规划评估 和个案变更以及国土计划方案内容提出建言 香檐路、稻香路的部分 多套的路口的部分能够延伸推到几岸火车站 火车站在推过农业区土地的部分 推到我们重要的省道台九县 那花一个住宅区跟商业区 我相信会带动我们地方很多的发展 我们胜切的期待能够让我们整个环境能够提升 也希望把县政府把吉安的都市计划的部分 现在国土规划的部分将来发展区画了25公顷 是在池基附转那个区块 就是在都市计划区外的部分 建国路的部分要改变是对的 是对的建国路 你可以看到我们吉安的部分 泰昌的部分一边花莲市的 我们的碧莹庄的部分是住宅区 然后我们吉安的部分就变成农业区 可是现在用房子盖的满满的 就是没办法老百姓要生存 那一条道路一边是住宅区 本来不合理 将来都市计划的变更的部分 一定不能用道路来做一个分割 就是我们大概铁路双轨电企划高架 以及将来土地的变更的部分 我希望在县政府在这里 能够尽快去做 能够个案的变更的部分 配合中央的形成 就是我们深切的期待 不管它怎样 毕竟已经推动了 那几年完成 几年完成我相信有的期待 如果工程顺利 我相信也能够顺利来做完成 这个是我们地方重大建设的部分 包括吉安烟业场的部分 现在县政府的第一期的工程的部分 已经完成了 那叫做第二期 那初步应该会开放了 那将来希望吉安烟业场的部分 也能够透过吉安的火车站 土地的 土地的高架 以及危险路口的改善 这个案子的部分 能做通盘检讨 能够共同的融入 那不管它是四地重划 或者是七段征收 老百姓负担的比例就会比较小 所以公共设施的部分 应该纳入共同来检讨 但是县政府在做国土保育 这个国土规划的部分 其实在整个说明会上 其实在公展前 公展前所划分的区域图 能够有更好的发展光源 包括农医农俄 包括特定农医区的农医农牧用地 跟第二农俄的部分是普通农医区的农牧用地 跟农三的部分是三坡地的农牧用地 以及农市城乡的发展 大家都希望在这个区域有一手着墨 但是这个地方就刚刚讲的就是 国土保育的部分把私人土地的部分化为国土保育区的部分 并没有通知土地所有钱的 其他的县市是有的 因为你要把它划整这样 应该跟老百姓来知道 但是县政府这一个画面就跳过 他任何开了500多场的说明会 公展前 在公展前百分之化的图之后 送到中央核定竟然80%是变更掉了 已经没有了 没有就表示说锁得更紧 把私有土地的部分也锁到国土保育的 我称为国保的部分 国保育的部分 这个是很必要不得的 现在黄鑫表示 华鑫县国土工人分区土草案 已经报警内政府进行审议 为了维护人民的权益 耕作权以及生存 建议县府应该省盛 扁桃 调整的划设 专案会来解决县民的疑虑 记得就这样 黄少卑老